福利品 贊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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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福利品贊贊 目前小朋友的营养午餐一餐来到62块 但是我们的常青食堂 每一餐就算再加上雲林县政府的补助款 也只来到55块到60块 金融又比儿童的营养午餐还少 所以未来就是要参加刘建国县长 舒志芬委员 包括水满厢公所 国乡店 大家共同 做一些资源的募集 他们募集的对象就是 雲林县是个农业县 有很多農企业 有当时生产过量 有些食品加工厂 他生产过量 其实他也有想要关我们在常青食堂 我们来建立一个福利品的大平台 福利品社会的物资想要关的 这个讯息 我们成立一个平台 让雲林县所有的这些常青食堂 可以去得到这些讯息 让他们可以去互通有无 很好的环境和租家 可以让我们一些有营养的食材 有营养的食材 在这些都给我们一层 你走三天我来在这 我会很 我会很 很用心 让这些老大 我们要有营养 要有饭 尽量吃得更好 我在这些 我会跟我们一层 我们同民县的一层 赞助的人 多谢 多谢 很困难 这是一些村长 他们在各村 都很想推动的 但是爱与志工 还有资源的不足 他们都不敢去成立 他们办 那我们未来 雪林县公所相长的愿景 希望搭配议员这边 然后 福利品正开 中文 敌人 全国内